虽然我国每日新冠确诊病例依然处在四位数的高点 但是呢社会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了防疫疲惫 其实在多家医院内啊 重症确诊患者呢仍然是跟死神在搏斗当中 有许多人更是必须要倚靠呼吸器来度日 麦袋记者刘婉俊采访到了两位新冠肺炎的康复者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抗病的行录历程 我国担任新冠确诊病例目前有下降趋势 患者多数为轻微或无症状 民众似乎因此放松警惕 处处可见人潮 不过对于患有慢性疾病或是年长者而言 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则需较长时间康复 20%的我的患者现在在医院医院 即使中众患者康复 出院后仍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后遗症 切勿轻视新冠病毒对人体所带来的危害 时刻提醒自己做好防疫工作 减轻医疗体系负担 网络上也能发现许多冠病康复者现身说法 分享自身抗病经历 我已经失去味觉五天了 所以现在来试试看这个辛辣面 有没有辣味 我只好像吃素脚呆症 病好后的两个月我都没有味觉和嗅觉 是慢慢地恢复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后遗症 不过它会好 另外一方面是有很多其他的痊愈者告诉我 他们病好过后觉得很累 很累很弱身体很弱 Covid了过后做就觉得没有比以前做得多 就很明显感觉到体力来 不后不了 就一下子就累 综合轻微患者的说法 最为明显的后遗症便是体力大不如前 以及脱发等症状 回想起当初得知自己确诊后的心情 更是无畏杂陈 自己的心情没有讲很害怕 可是比较害怕的是传到给家里人的 年纪比较大的人 因为我的爷爷婆婆全部跟我们一起住 很多人中癌病毒过后 可怕的不是那个病毒 可怕的是那个心理压力 如果中癌Covid是会很害怕 不过调适 面对你的情绪 你去害怕你哭啊 你就可以去哭啊 然后之后你 你就好好的去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好好的过生活 面对它 把自己的病养好它咯 张可怡深刻体会 被确诊后的焦虑性情 便开始研究新冠病毒相关资料 制作影片 给予大众正确的观点和知识 大家好 我是Covid长可怡 今天我想讲关于 起事成育后的确诊者这个课题了 还没有进医院 就是刚刚中的时候 对Covid有很多误解 然后我才会觉得 那种精神压力是真的很恐怖 然后我出院之后就觉得 我可以健康的出院 我就想把很多Covid的迷思告诉大家 我们的免疫力很小气 很记仇的 他中过一次 他就会记住 然后下一次 他又在遇到这个Covid的时候 他就会立刻出现打败他 我们不要拿我们的身体来挑战 所以还是要好好地做好这些SOP 然后对于身边的确诊者 就要有投理性 林雪玲与姐姐都是冠病康复者 同样透过影片分享亲身经历 希望能借此警惕大众 我们今天想要分享一下 我们的Covid experience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已经grinding完了 之前一定会觉得 哎呀自己不会中的啦 这些东西 可是可能他们看了这个影片 就会觉得 哇身边的人也会中 所以他们也会比较小心这样子 今天不要出门啦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外面你接触的那些人 他们去过什么地方呢 最好是practice good diet practice 然后足够的休息 然后足够的水 吃很多的这种蔬菜水果 vitamins to boost up our immunity because this is the main point now 肉眼不可见的病毒 或许就在你我身边 要想摆脱病毒的束缚 还需大家共同努力 一起战胜病毒 麦大爱刘婉俊如果冲吉隆坡报导 o